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经过软化以后的精灵拴散 之所以提出来的是这个病例的左侧的瓦尔道口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坑啊 我第一眼看的时候还觉得会不会是一个胆脂瘤啊 当时还心里咯噔了一下 也许病例之前最初的就诊是其他医生看的 就是给了这个第二页啊 泡了几天然后回来再复查的病例 然后清理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的眼睛一直在看下边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点走神 我就在琢磨这地儿会不会是一个胆脂瘤破坏的 但是往深层推进的时候发现质地还比较松软 然后再往内侧过了这个坑以后 基本上并没有明显的破坏痕迹 基本上并没有明显的破坏痕迹 卷滑层也没有 所以这个可能还定不了 中间问了一下之前也没有过这种特别痛苦的清理外耳道的经历啊 因为如果这个大坑是之前外耳道胆脂瘤 寝食破坏遗留下来的 那么必然会有一段惨痛的经历啊 会记忧犹新 但是这个患者本人并没有 那就有可能是就这么先天发育的 因为这个有一些啊 非常像后期的损伤也好 手术也好 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也好的一些结构上的变化 有有少部分啊 就是先天发育 确实有这样的病例 不多见啊 现在基本上把精力就集中在啊 骨膜附近了 这大坑已经不再去考虑了 因为大坑里本身也没什么东西啊 骨膜边上还有一点点啊 碎渣 这个第二页泡的不太理想啊 因为靠身方的话 没有形成那种啊 完全成流体状态 如果那样的话 进去敷压信息 踢了图炉就全打扫完了 这个还稍微差点意思 好 骨膜基本上已经清理出来 这个是双侧的啊 真是双侧 所以它这个低弯药以后非常难受 因为这个膨胀以后 它这个右侧没怎么点呀 它就 左边低完以后 完全呼的就声音的传导 受到明显的影响啊 这种的话 大致能降低30分贝左右 15到30分贝这个区间 对于听力正常的人来说 是很不舒服的啊 如果说老年人的话啊 本身这个老年人神经功能 听觉得神经功能不好 那么你外侧再堵这个 那就老年人就会更难受了 当然还好 这个是一个短时间的 就是在清理之前不舒服啊 清理以后就基本上就 恢复到原先的一个状态了 右侧少一点啊 右侧的外耳道呢 虽然看上去也有点窄 但好歹没那个大坑啊 但是它这个口 确实也有点往下的这种 好 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结束啊 我们周四再见